Hello,大家好 就说一下 关于香味这件事情 比如说菜香啊 人的香水味啊 果香或者是房间的香味啊 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不让人讨厌了 然后增加自己的自信 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就是 有的时候吧 它人自然会有香味的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房间 或者是我的衣服 不需要去故意的给它熏香 你只要是很自然的你去洗它 它自然的就是好闻的 所以关于香味不用太执着 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不需要 只要你自自然然的干净整洁 它都是香味 包括做菜也是 也不要求我一定要什么调料 或者是材料 就你干干净净啊 就是很自然的做好一道菜 它都很香的 加油 麻烦 Moo 我们下期再见